君答集团和东华大学9号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订仪式 由君答集团的董事长以纯筹和东华大学的校长赵涵杰共同签署 君答集团致力于人才培育 今年补货劳动部颁发TTQS图牌奖人才发展品质管理系统 集团致力于有机、环保、永续以及律师发展 借此合作机会与东华大学合作领域 9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君答集团与国立东华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 华东地区一直很希望年轻人留在华东地区就业或创业 那君答就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契机 让学校动员不是只有单一学院 至少有四五个学院的跨院之间的整合 来提供君答全方位的不管是餐旅业 不管是美学、艺术 不管是资工、电机、光电 各个学院的学生都有机会来这里发挥创意 然后来实习 最后希望他们毕业以后能够留下来就业 发动地区就业 我觉得君答能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君答集团与东华大学签订合作是理念与实物资长并重 将培育出企业所需的专业人才 央业提供优质的训练环境以及专业纪念的教育机制 帮助学生毕业及就业的衔接 学与自用的目的 央业这次跟东华大学合作 要培育很清楚的就是要培育这些孩子 这些人才 那当然我们想孩子能提前到企业来 比如说他在四年级的时候就能够到我们企业来实习 这一年的实习当中就是他可以在我们这里所学的专业 那当然业一来的孩子我们就提供了他的奖学金 一年年度我们提供五万块奖学金给这些孩子 那另外的就是他到这边来的所谓的实习 这些的我们比照就是薪资来任用 我们的薪资是超过劳动部的基本薪资 那我们更希望是孩子他毕业就就业 而且这个就业不再是现在孩子毕业了以后 到职场去都只是能领到基本工资 可是在我们这里当他一年完成这样的一个实习 各种的专业教育以后 他可以得到更好的回馈 那也同时让他更了解到他进入职场的 可以学到各种不同的专业以外 尤其在职场里面很多的职场伦理也好 或者是他可能有另外的多元的学习 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这次的合作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能达到学与致用 然后提供孩子这五万块的奖学金 是鼓励这些孩子能够了解到 进到提前进入企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他们来讲有帮助的 可以鼓励他们的地方 什么合作项目包括 艺术文创与观光有机无独农业推广以及检验 智慧农场智慧观光社区发展以及学生实验实习 及人才培育等等 俊南娱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将加入东华大学的东部人工智慧 与智慧物联网产学技术联盟 共同开发或推动相关的应用以及服务 记得咱们今天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